2019年恰逢台湾朱铭美术馆建馆20周年,朱铭先生用埋藏超过5000年珍贵古家东尘木雕刻的太极新作,于9月14日在位于新北的馆址开展。 最新立作名为《不朽朱铭古尘木太极拱门》,高约3米,重于2吨。和过去太极拱门作品不同,朱铭将整块尘木中间掏空的木头取出,并雕刻出另一尊小型太极拱门。朱铭说,他雕刻了67年,这一件的材料让他最感动。 什么木头都用过,就是这一件让我最感动,因为它是祖先来的,你看有多珍贵,所以要磕心情就比较沉重一点。 棉鱼八旬创作力依旧旺盛的朱铭坦言,这件木制太极系列中最大的雕塑并非他的沙青之作。 朱铭,1938年生于台湾苗栗,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根据学习太极的经验,创作之后是其名声大造的太极系列作品。 2000年左右,他将太极中推手的姿态设计成类似拱门形状,一直气韵流动,一分为二,二合一等抽象含义。 直至今日,太极拱门诞生了20个款式,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太极系列作品更是数不胜数。 舞蹈家林怀铭回忆起1976年与朱铭相识时的情景,依然记忆犹新。 下雨天,几乎是铁皮屋的房子,猪大嫂带着孩子,有孩子还在哭,然后用一个竹笼子烤着一个火炉,衣服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,在烤衣服。 然后外面堆了很多的面材,我还记得几个钱都是美面材。 朱铭将大部分家产投入到雕塑事业的习惯,延续到了后来的朱铭美术馆建设中。 30年前,朱铭在一面筹措经费,一面营建场馆的过程中,不断变卖家产,美术馆计划也在停停作作中耗取12年的光阴。 终于在1999年9月19号,朱铭美术馆开门迎客。 20年过去,占地11公顷的美术馆接待280万余人次的访客,并成为台湾艺术文化界的指标性场馆。 这里不仅全面展出朱铭作品,还变为青少年课外教学的重要课堂。 14日当晚,在美术馆举行的20年馆庆网会上,同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云门舞集在舞蹈家林怀民的率领下, 演出结合著名雕塑和云门舞蹈的作品《太极门下无水月》。 此外,光雕师徐志明也为网会带来光雕及烟火表演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